新聞稍微來關心江宜市的消息 為了體型飲料衛生安全 以及修好市民臨病病的安全 家庭市政府衛生局100%6年 為了FSI 為了國際檢驗科技國分議員公司 10片副度差跡專業團隊 透過地攤市的報紮 第一清早上來783件的飲料業者 為市民的飲食健康罷關 江宜市政府衛生局 關心飲料業現場衛生環境 基行提升飲料業者 衛生管理副度計劃成果發表會 經由委會國際副度團隊 副度重點是 靠近業者中所來過 衛生環境 設備蓄載衛生 原物料來源駐料建立 中業人員衛生管理 完成食品業者賣台定路 專程含了咖啡因三地專標誌 以及業者組織管理 已經符合GHP法規要求 該市長的土生鐵 也特別情報關心 經希望副度計劃能取消辦理 以建立飲料業者 組織管理的概念 落實該市政府對飲料業 實安修好 方向該市市民飲食安全 我們一共分成六大項目 來看他們環境是不是的清潔 他們的N物料的管理好不好 他們的同仁的健康管理好不好 像這種設備 各方面 我們都來給他們查核 以及輔導 那我們現在已經輔導546家 那差不多將近97%的 這種飲料店 我們都已經這樣子的輔導完畢 那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希望帶來給我們食品朋友們 以及到家裡來喝飲料的朋友們 能夠安心的飲用 那嘉義市是一個實安的首都 我們希望以這樣子做最嚴格的一個把關 能夠帶來大家對食品的安全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表示 因日專業團隊的現場副度 要讓消費者看得到政府的關心 涉及這些用心 也讓民眾更安心 更有信心 消費者可以直接認明 達到QR戶的店舖 也就表示 已經完成訂立 並且受衛生單位管理 民眾可以自由掃描QR戶 了解店舖的狀況 大家有興美獨臂的博店 創作相機 先新聞專門 跟他一起採訪報道